當感染科醫師 現在是在義大醫院的感染醫學部的部長 我們有熱烈掌聲來歡迎 您請您請問 謝謝所長的介紹 各位專家 各位同好大家午安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來內科醫學報告 終結艾滋病的流行 這是我的大綱 首先我們會看看聯合國中止AIDS的宣言 還有它今年提出來的快速目標 很多人都說 艾滋病的疫苗還沒有發明出來 為什麼它是可以預防的傳染病 為什麼我們可以提到終止艾滋病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台灣目前流行的情況 艾滋病從1981年到現在 全球現在能量有超過3600萬的人 跟它生活在一起 那麼它還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傳染病之一 那麼在2014年的時候 EVN AIDS提出來的 終止AIDS流行目標 他們提到一個策略 90 90 90 第一個90是 90%的感染者 都知道他們感染艾滋病毒 第二個90是 所有感染艾滋病毒的人 都能夠接受治療 第三個90是 接受治療的病人 他的病毒控制很好 也就是所謂的測不到 假如以數理模式的研究 我們能夠在2020年做到90 90 90 也就是三個相成 等於是73的話 那麼在2030年 我們就可以終結艾滋病毒 那麼今年 聯合國EVN AIDS再度 對於這個 終結艾滋病毒提出了宣言 還有發表了20個快速的道路 我們看看政治宣言是什麼 希望全世界領導人 除了繼續承諾到2020年 實現三個目標 三個目標是什麼呢 2020年的時候 感染人數少於50萬 相關死亡人數50萬以下 還有消除艾滋病毒相關的 污名跟歧視 20個新的快速目標是什麼 我們很快快速的看過 有些是關於沙拉沙漠 非洲以來還有亞洲某些地區 第一個 希望更多人可以接受抗病毒的治療 第二個 希望所有兒童的感染者 可以接受抗病毒的治療 第三個 希望全面的給予 艾滋病預防的服務 包括減量抽失 包括鋪路前預防 什麼是鋪路前預防 稍後我們會再提到 包括在我們剛剛提到的 非洲某些地區 提供包皮的環切手術 希望能夠重視兒童新的 S病毒的感染 希望可以減少 青少女跟年輕女性的感染 尤其在非洲地區 這非常重要 希望可以消除性別不平等 希望可以終結很多關於 兒童跟婦女的暴力 希望可以擴大 性跟孫子健康的全面性的教育 這一點跟我們有點關係 2000年受審視隔除 所有關於外命跟歧視的法律 那麼在今年我們台灣 除掉了外國感染者路徑 居留跟居住的限制 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但是後面這個 關於被告示了 接觸傳播的懲罰性的法律 根據我們台灣這個條例 21條還存在 好 第十二條 希望我們保健的經過的障礙 所有污名跟歧視能夠除去 第三個 所有剛剛提到的這些 尤其是兒童相關的保護制度 能夠建立起來 14個跟15個是提到結核病 剛剛何主任也提到了 目前在我們台灣 CBC的努力之下 10年減半看到了成效 關於HIV的結核的相關治療 學學做得很好 甚至也列入 不潛伏界和治療的 target的population之一 B型肝炎跟C型肝炎 B型肝炎 B型肝炎治療在抗艾滋病毒 本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C型肝炎的治療 台灣就健保在明年納入計畫 雖然艾滋病沒有被排除在外 但是也沒有被列入優先的順序 我想這是值得以公共衛生的角度來探討的地方 那後面提到了資源 還有希望能夠有社區來主導某些資源 還有治療藥品 我想在台灣這部分是相關還可以的地方 其實我們要談 艾滋病為什麼是可以預防 可以中止的傳染病 在我們傳統 談到艾滋病的預防 不外出ABC 有沒有效 效果不髒 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以前我們提到的第一 代表的對話 對話的第一個是什麼 妥協 現在我們提到第一的時候 我們強調 藥物治療的重要 我們過去治療的艾滋病 剛剛知道所謂的肌瘤 肌尾酒的治療 現在我們談到防治的策略 也是 combination 要合併 但是其中 以這個biotechnical 也是以藥物來治療的策略 以藥物來預防 作為治療的策略 佔了非常重要的比例 談到用藥物來作為預防 其實大家都不陌生 在職業性普遇的預防 從這個1997年 你們今天就用了這個雜誌 發表 SAT可以減少81% 增渣或的感染 大家會把它列入我們的SOP 當然 目前為止 我們有更好的藥物來治療 以前不單獨是用APT的一個藥物 母因傳染 是一個更顯著的例子 從ACT的開始 發現 可以把明明傳染成30% 降低到7% 那麼之後 有了HALF以後 降得更低 目前 如果一個媽媽 接受很好的COVID治療 那麼 baby生下的愛子病感染機會 是小1% 趨近於0%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胃感染者怎麼樣來保護 那麼 我等一下會提一下PAP跟PAP 也是基於 未感染者 但是是性行為的 預防措施 這裡 是所有的性行為 之後的 預防性措施 跟剛剛職業性暴露相當 雖然這些研究都不是很嚴謹的 Double Blind 這個Consure Study 但是從他們的結果看起來 服用藥物的保護措施 都是在90%以上 尤其是 如果有好好服藥的話 那麼 所以 WHO跟 美國IS USA 都建議 如果在 不安全的性行為以後 是可以 服用藥物來 預防愛子病的 那麼 事前的預防呢 其實相關的研究 在2010年才開始 但是隔年 美國CD就建議 事前的預防 在某些 有危險性行為的 同性類的族群 是可以使用的 那麼之後 也在 異性類的族群 也可以使用 所以 很快的事實上 有很多的該耐 都把 事情預防 列入了 該耐裡面 那麼 我們台灣CDC 今年也開始推行 那麼 第一個研究是 關於 事情預防的是 iPREP 它是 2499位 白同志的 相關的研究 研究的結果顯示 可以減少 44%的感染風險 再看下一個 是Partner的 會合研究 這是在一個 異性類的研究 可以看到 在女性 有66%的保護效果 在男性 可以減少84% 如果 你再看看 相關的感染者 事實上 他們服藥 順從性 很差 反之 在成功的test 他們服藥的順從性 也就是在血液裡面 偵測到 藥物濃度 是非常高的比例 所以 事前服藥的成功 關鍵在於 病人的順從性 好不好 也就是 你有沒有好好的服藥 假如 病人的順從性很好 那麼 成功率非常好 假如 你的順從性不好 那麼 當然 你就沒有辦法得到 保護的效果 所以 這些研究 我們剛剛提到的 它的成功 可以保護的 比例 如果 再把藥物的 濃度 考慮進去 事實上 將近85%到90% 有保護的效果 這是非常顯著的 那麼 當然 在有兩個 相關女性的研究 是比較 低的 那麼可能在非洲地區 女性 對於愛知病的認知 比較欠缺 還有女性的射精地位 比較低 相對的 他們服用這些藥物的順從性 是非常不好 那麼 又有人提到 我每天要吃個藥 要預防很難 我可不可以 有需要的時候 再來服藥 那麼這個研究 是根據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當Demand 也就是 事件驅動的配分 在事前發生的 前二到二十四小時 服用兩顆 最後一週服用一顆 過四十八小時 再服用一顆 這個研究是在高風險的 藍童性類的族群 四百位 這個研究 在實驗還沒有結束的時候 監測小組跟他說 這個實驗可以停止了 因為 效果差異太顯著了 差異多少 可以降低百分之高十六的風險 這是非常顯著的 那麼 當然有人擔心 如果我們給這些人 預防性的措施 那麼 他的性型會不會增加 他的性伴侶會不會增加 他的無套的 鋼膠 或者接觸性鋼膠 會不會增加 看起來 有增加一點 但是 沒有顯著上的差異 另外 關於其他的性傳染病 包括P1菌 臨病 梅毒 悉性肝炎或任何的 性傳染疾病 的確 看起來 有高了一點 但是 統計學上 是沒有意義的 那麼 關於抗耀性 也很多人擔心 目前的研究顯示 是很低的 那麼 在這兩個研究 是沒有的 所以 在美國CDC 他對於 相異伴侶 他認為 是可以考慮 所以相異伴侶就是 一個 伴侶是陽性 另外一個陰性 那麼 當然在某些高危險的 特定的對象 是可以 再整來服用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胃感染者 如果是一個感染者呢 如果這個感染者 他沒有服藥的話 他會把病毒 傳染給其他的人 如果我們給他服藥的話 就形同 跟著一個保險套一樣 他就不會傳染給其他的人 這就是 治療等於預防的 一個理論 其實早在 一、二、兩、七、兩千年的時候 在非洲的一個研究 就顯示 不管是 紅色的 男性給女性的性傳染 或者是 我們看到 比較黃色的 女性給男性的性傳染 他們傳染的機率 跟病毒一樣的高低 是正相關的 而且我們看到 如果你的病毒量很低 你傳染給女性版的機會 是沒有的 在加拿大 也有一個觀察性的研究 如果這個地區 服用病毒藥物的人 越來越多 那麼 他愛滋病新增加的案例 就越來越少 所以 根據剛剛的觀察 有一個明有名的研究 叫HPTN052 在Nature Science公開說 在2011年全球發表的所有研究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研究 這個研究是 在感染者給他服藥 一個是早期服藥 一個是 Cd4小於350才開始服藥 也就是晚期才服藥 然後我們觀察說 性伴侶被感染的機會 在早期服藥這一組 從頭到尾 只有一個性伴侶被感染 而且 事後研究這位被感染的性伴侶 他當時 他服用病毒藥物還不到兩個月 他的病毒還沒有完全控制下來 也就是說 在之後所有這些感染者 如果他病毒控制到很好測不到的話 他沒有一個性伴侶是被感染的 反之在另外一組 有27個感染 所以 這個風險是96% 非常dramatic的效果 而且 服用藥物早期治療的人 相對他們 可以降低 11%相關疾病的發生 所以 我當用這個研究來勸我的病人 提早早期服藥 因為利己又利人 在公共衛生角度 當然他的效果是更好的 另外一個 今天才發生了一個雜誌 叫Pathom Study 非常有趣 這個 研究的結果在發表前 每次在學會中 也引起非常熱烈的 廣泛的討論 因為他研究了 1100多多人性伴侶 這些性伴侶 一個陰性 一個陽性 他們也陽性的做治療 在觀察陰性的人 有沒有被感染 在這個研究 總共有發生了 五萬八千次 五套的性行為 五萬八千次 其中 男人同性戀有兩萬兩千次 異性戀有三萬六千次 五套性行為 各位猜猜 有多少人被感染了 答案是零 每次在學會發表這個研究的時候 大家說你可能研究的時間不夠 你可能追蹤的時間不夠 你研究的對象可能不夠 你的性行為次數可能不夠 但是答案是零 另外 一個行為模式的研究 我們也看到 其實為什麼要早期感染 是有依據的 在一個艾滋病感染 被感染的前幾個月 他感染給別人的機率最高的 第一個 他自己不知道 第二個 他有再次性感染的病毒量是最高的 當然 當他是一個慢性感染的時候 這個機率能夠存在 還有到最後的時候 如果他沒有治療的話 當然他的病毒量很高 感染給對方的機會也會很高 所以 根據剛剛的研究顯示 如果 我們所有人都去做艾滋病的篩檢 只要篩檢陽性 馬上就治療 治療控制得很好 好 這個發生率 是多少呢 估計這樣子 但是 可以降到新鮮空趨機率 這是發生率 反之 如果我們 不理不睬的話 那麼 這個發生率 當然居高不下 假如 我們妥協性的做法 哎呀 這樣就好 三個月再開始治療 短時間 看到一點效果 可是 還是看到一個盛行 剛剛提到的是 incidence 發生率 然後我們再看 它的propilence 還有死亡率 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 全面篩檢 早期治療 在公共衛生 這麼重要 為什麼透過這樣的努力 我們可以終結艾滋病 當然 短期間 艾滋病藥物的使用 會很高 可是 損失 它被下降 很多人關於錢的問題 這裡看到 如果我們採取治療的話 花的錢 剛開始會比較多 可是過了15年到20年後 產生黃金交叉 反而 會比我們用妥協性的方法 或是不理不常的方法 使用的藥物 逐漸的減少 那我們看看台灣的現況 台灣在 今年 我們細節已經宣告 整段 就有開始治療 那麼 我們的母英 所以一直突然做得很好 趨距離零 沒有個案發生 我們的篩檢能力 激動進 百分之一百 我們的減快計劃 對注射藥因者 做得非常好 這是全世界有名的 至少我們提供了免沙東的計劃 我們的每年 注射藥因者 艾滋病的發生 都是個位數 我們的90、90、90 做了什麼呢 今年開始我們CDC 也以90、90、90 作為策略目標 目前我們做的是73% 如果跟全世界比 30% 當然還不錯 可是如果跟先進的國家比 還有一個距離 我們看看 我們的第一個90是做得比較不好的 只有75%的感染者 知道自己是感染 只有73%的感染者 不要 但是第三個90 我們做得相對還不錯 我們有87%的感染者 不要病毒控制得很好 如果我們看這三個族群 第一個族群 第一個90還不錯 因為這些注射藥 不管是進度接力 或到美殺動治療 都有必要 要篩檢 可是 對於男性間的行為 跟意識間的行為 我們的刺檢率 是很低的 這是我們防疫上困難的一個地方 再看看我們艾滋病流行 在去年為止 我們有3萬1千人 今年突破3萬2千人 好 最近 三年四年來 好像有持平的現狀 可是 男性的部分是指 累計發病 或者是 CD或小於200 能不能來居高不下 這是一個警訊 台灣突破原始診斷 我們注意到 是33.4% 這是指 診斷一年內 化病為A值的 如果跟世界各國比較 這是CDC提供的資料 台灣 在診斷後三個月內 CD或小於350的比率 我們將近六成 比其他現金國家高得非常多 如果看看診斷三個月內 通報類似 能量有32.5% 比起美國 或者其他國家 也高得非常多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敢去檢查 為什麼這麼多人檢查 陽性不敢接受治療 調查的原因主要是什麼 歧視 如果我去檢查了陽性 我就沒辦法念書了 我可以退學 我沒辦法工作了 我沒有朋友 我沒有親戚 家人不接受我 同樣的 我去接受治療 我就曝光了 我這些問題還是存在 我們CDC從今年開始 另外也推出了三個 三個 單獨每天一次一科 在治療上 我們可以說感激了許多 對於後面兩個90 我相信是非常幫忙 非常大的 CDC在今年底 明年 我們也在五個治療醫院 提出了 曝露前預防 那麼我們在去年就公佈了 治療相關的治療指引 那麼我們希望 有需要的民眾 他們 不管是經由政府的補助也好 或是智慧的市場 他們都可以得到 他們的所謂的預防性的措施 那麼 談話將來 未來的防禦重點 我剛剛提到歧視的重要性 為什麼我們要領歧視 為什麼要廢除不合理的法律 為什麼我們要衛教宣導 第二個 當然我剛剛提到 我們把909090 不僅是因為AIDS的策略 也是我們CDC防治 愛滋病 從今年我們提出來了 也是我們的策略目標 所以我們要強化篩檢 希望提高救命跟 AIDS病人相關的照護 我們也導入了 鋪路前的預防性脱藥 希望針對 某些有需求的病人 有需求的民眾 可以提供這樣子的 預防的措施 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達到 因為我們一直提到的30 我們希望 我們能夠 加強我們的衛教 加強的預防 去其次 繼續我們的減害措施 我們當然還是要強調 保險它的重要性 我們也提供 鋪路前的預防 我們加強我們的治療 包括我剛剛提到的 三個Singletable regime 能夠給病人 最好的治療的藥物 還有我們有些法徽的修訂 還有大家的努力 所以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愛滋病我們都已經知道 它是一個慢性病 一個25歲的年輕人 如果開始接受 愛滋病的治療 他對生命的 組合的預期是多少 77.7歲 對不對 跟一般的族群 相差不是很多 愛滋病 現在也是一個 可以預防的傳染病 透過我剛剛 很多的研究 我們都知道 那麼EVAN-AIDS的90-90 如果我們可以做得到的話 可以在2030年 終結愛滋病 當然對我們來講 臨歧是處罪 蕭強篩檢 寫少延遲診斷 寫少延遲治療 還是我們需要努力的地方 我要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